谢于上帝,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,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,我必大救你,你也要荣耀我。 当这些都是神赐给你的时候,你们应该存着一个感恩的心,那其实我们有这个聪明,有这个智慧,有这个体力,有这个精神,我们能工作,我们能挣钱,这个都是神的恩典,你不要说双手创造世界,双手腕呢,其实呢,躺着神不给你的话,你连这个气力都没有,对不对,但这些都是神给的,你要以一个感谢的心来到神面前, 你感谢为己,谢于神,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,然后呢,不但是这样,第十五节里面讲,其实呢,并不是说我们能给神什么东西,其实呢,乃是神,眷顾我们,他说你们要在患难的时候,来求告我,我就搭救你们,你们就要荣耀我,其实这里就讲得很清楚,我们说侍奉神,侍奉神,其实呢,神说我,真的侍奉吗,我并不需要你侍奉, 其实你在收工,我还是,我不当给东西给你,我们再看另外一段吧,新约的,不但是旧约有这样一段话,新约,使徒行传,第十七章,二十四到三十一节,哪一位找到也是大圣的读一读啊, 使徒行传,使徒行传,十七章,二十四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,既是天地的主义,就是众人生和当典,也不用人所不知,好像缺少什么,自己倒将生命侵袭万物赐给万人,他从一本造成万物的人, 主宰权地上,并且与些定制他们的年限,主的将近,要讲他们的寻求神,或者可以传,而对,其他比我们个人不远,如果把我们的生活动作整理都在于他。 好了,我想读到这里,已经差不多那个大概的意思都出来了,对不对,他说,创造宇宙万物的神,他既然是万物的主宰,他是主,他就不需要人来扶持他,他也不需要人给他什么东西, 其实是他把一切东西给我们,我们的生活存留都在于他,他要求的我们是什么呢,就是说,他预先定了我们的将线,定了我们的年线,让我们的生活里面,我们透过这个生活能够揣摸,能够认识他,他就愿意我们透过这个生活能够亲近他,能够认识他。 在侍奉里面,当我们说侍奉神,侍奉神的时候呢,其实你能为神加添什么东西,就好像说,我今天讲到,我能为神加添什么东西,加添不了,你唱歌,你唱得很好听嘛,天上天使比你唱得好听多了,对不对,你并不能加添什么东西,但是神却让我们来服侍,为什么呢,因为就在这个服侍的过程里面,神愿意我们能够成长, 其实我们的侍奉呢,并不是,神并不需要人,在最后这一段啊,马可飞第十章四十五节里面就讲到,他说,人子来,耶稣讲的,人子来,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,反而他是要服侍人,并且呢,要舍命做多的属性,对不对,所以呢,耶稣讲,其实并不是你来服侍我,其实一直是我给你们,我在服侍你们, 那么但是,为什么既然是这样呢,为什么神要,要求我们来服侍他呢,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来服侍他呢, 其实呢,圣经里面就讲,当我们正在服侍神的时候呢,我们其实就是什么呀,服侍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,服侍我们周围的人, 啊,那么这个就是在,呃,旧约历代字下,这个其实呢,要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到,就是旧约历史结束的时候了,啊, 他对那些,归耶和华为圣,教训以色列人的历位人这样说了,对那些侍奉神的那些祭司的历位人说, 你们要将圣约柜安放在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建造的地理,不必用尖的杠台,要,现在呢,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, 怎么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呢,乃是说,要服侍他的民,以色列,服侍他的民,以色列,啊,就是说,当我们服侍神的百姓, 服侍其他人的时候,我们是透过服侍人,来服侍神, 我们并不能直接的,为神加添什么东西,但是呢,当我们在服侍人的过程里面呢, 我们就已经透过这个过程了,神就悦纳我们的服侍, 就你在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,你服侍其他人的时候,他说神,就是说,你就是在服侍我了, 所以呢,在这个,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六节里面, 这里呢,是特别括号里面的那几个字啊,就很重要的, 那大卫在世的时候呢,就遵行了神的旨意,就睡了,然后归到他的祖宗那里, 以见朽坏,那但是那个小字,或者是那个括号里面的字呢,就讲了, 那个句话可以另外一个翻译,另外那个翻译是什么呢, 是大卫按照神的旨意,就服侍了他那个时代的人, 他那一世的人,然后他就睡了, 所以呢,他,当我们来说服侍神的时候呢, 其实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时代, 我们这个地方,我们就服侍我们周围的人, 我们在服侍周围的人的过程里面呢, 其实就已经在服侍神, 所以新约里面呢,也就讲了, 弟兄们,我们是要什么呢, 要互相来服侍的,彼此弟兄姐妹, 他,你们蒙招,是要得自由, 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的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, 总要用爱情来互相服侍, 弟兄姐妹之间彼此来服侍,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, 彼此来服侍, 做成百万恩赐的好玩家, 所以这彼此服侍的话, 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, 就好像说,主日崇拜, 我不想到你们这里是怎么样, 好像说我们以前, 早一点的暖气, 也没有时间调控的, 现在很多已经有时间调控, 以前没有时间调控的, 冬天的时候, 我们说十一点要崇拜的话呢, 有人就要九点半就要来教会了, 寒冷的时候就要把这个暖气给打开, 提早一个多小时, 两个小时把暖气打开, 以致弟兄姐妹来崇拜的时候, 来聚会的时候呢, 进来的时候不是坐冷板的, 而是暖的, 要不然的话呢, 大家十一点来, 十一点来我暖气打开, 到散会的时候才暖起来, 回家了, 那他就是提早一个半小时, 两个小时到教会来, 他就是为什么, 为了弟兄姐妹能够比较, 能够有个温暖的地方, 比较舒服一点, 能够来敬拜, 他其实却不是什么, 当然大家在听到的时候, 有人在照顾小孩, 他就是在服侍了, 服侍弟兄姐妹, 就在服侍神了, 所以这些都是彼此在服侍, 当然有些很明显在教会里面, 其实有很多时候, 在教会外面都有很多类似的服侍的机会的, 所以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呢, 因为倘若是侍奉弟兄姐妹, 侍奉人的话, 可能在教会里面的, 有些教会安排好的, 主日学的也好, 一起做饭的, 洗碗的, 私勤的, 带领师哥的, 有不同的岗位, 那但是呢, 其实呢, 侍奉不单是不陷在这个教会的, 这个四副墙里面, 我们教会外面, 有些人, 他可能生病了, 你去看望他, 这也是侍奉, 我甚至说弟兄姐妹探访他, 鼓励他, 安慰他, 或是说没信主的, 我把神的福音, 把神的道传给他, 所以呢, 包括了就是说, 教会里面的也好, 教会外面的也好, 甚至呢, 在马太福音第十章, 四十节到四十二节里面讲到, 他说你就算拿一杯凉水, 为了主的名, 拿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孩子, 你都要得到什么, 你都要得到神的这个纪念, 神要报答你的, 对不对, 神要赏赐的, 为什么呢, 因为当你为主的名来给一杯凉水, 一个小孩的话, 你就是在服侍主了, 所以呢, 在圣经里面呢, 就讲到, 好像再举另外一个例子, 路加福音第十章, 三十节到三十七节的时候, 耶稣讲到这个, 当时有一个文士, 来问耶稣, 什么, 律法中最大的是什么, 那么耶稣就反问他, 你说是什么, 他就说了, 尽心尽心记忆, 爱主你的神, 第二呢, 就是要爱你的灵舍, 耶稣讲, 你讲得好, 对, 你讲对了, 然后那个文士呢, 就多问了一句话, 那么谁是我的灵舍呢, 你说要爱我的灵舍, 谁是我的灵舍呢, 耶稣就讲的这个, 撒玛利亚人这个比喻, 对不对, 就讲, 有一个人从这个耶路撒冷, 就下到耶利哥, 在半路上呢, 遇到强盗了, 然后呢, 他把他抢, 东西抢了, 人打个半死, 然后有不同的人经过, 有这个祭司经过, 有利未人经过, 有个犹太人经过, 最后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经过, 前面的人远远看着, 就绕开就走了, 但是呢, 这个撒玛利亚人呢, 却把他扶起来, 把他禅果了, 然后把他带到这个客店里面去, 他到底谁是这个人的灵舍, 那个文士呢, 就是说, 就是帮助他的那个人, 那其实当我们细心想这个, 耶稣讲这个比喻的话, 那谁是你的灵舍呢, 就是你愿意帮助谁, 谁就是你的灵舍了, 对不对, 其实就是说, 每一个人, 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, 都是我们的灵舍, 我们都应该去帮助他们, 我们在帮助他们的时候, 就是怎么样, 我们就在侍奉神, 在服侍神了, 看见他有需要, 我就帮助他, 我就是在服侍神, 那虽然我们侍奉呢, 可能有些是有行的, 有职位的, 在教会里面的, 也有一些呢, 其实是包括了我们整个的生命, 整个的生活, 包括了我们的工作, 我们都应该是在侍奉神, 我们基督徒在人生里面, 在每一时每一刻, 都应该有一个侍奉的一个心态, 在里面, 那甚至呢, 在马太福音里面的耶稣还讲了, 甚至你的仇敌, 都是你侍奉的对象, 对不对, 不要说是陌生人了, 甚至你的仇敌, 他说, 你听见有话这样说, 要爱你的灵舍, 恨你的仇敌, 只是我告诉你们, 要爱你的仇敌, 为逼迫你们的来祷告, 那这样呢, 你们就可以作为你们天父的儿子, 因为神是叫日头, 照好人也照歹人, 降与呢, 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, 所以呢, 我们真的要侍奉的话, 他说这过类句话, 你们要完全, 好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, 真的侍奉的时候, 就是我们对象任何一个人, 我们都是, 神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, 神呢, 我能为他做什么东西,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态, 其实是个心态的问题, 那所以呢, 侍奉呢, 就有不同的侍奉的动机了, 我们每个人有很多不同的动机了, 有些是好的动机, 有些是不好的动机, 我先从不好的意志, 往好的那边排啊, 不好的动机是什么呢, 有一个动机呢, 在菲律比书保罗讲的, 那个书呢, 他说, 当时保罗呢, 是坐牢, 在坐牢的时候, 他旁边呢, 有这个, 罗马兵, 御林, 全营的军队, 就轮着来, 来看守着他, 他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呢, 他说呢, 他被关到牢里面, 那有人呢, 也在外面, 也在传福音, 他在牢里面, 也向这些的士兵传福音, 那结果呢, 他说, 有些人传福音是什么呢, 是出于极度纷争, 也有些呢, 是出于好意的, 那这一等人是出于爱心, 知道我是为辩民福音的缘故来设立的, 那一等人传福音的是出于街道, 并不诚实, 原来传福音的都有不同的动机的, 我传福音呢, 我是因为看见, 哎呀, 这些人他需要福音, 他要是没有福音的话, 他们沉沦, 他们要灭亡, 我因为爱的缘故, 向他传福音, 另外一些人, 哎呀, 你看他们教会的人这样多了, 我们赶快来传了, 要不然他们教会就, 这个就出于什么, 出于解答, 纷争, 出于极度, 他都在传福音呢, 但是保罗到人家后面就讲了, 不管怎么样, 福音还是传出去了, 但是呢, 他说, 这等人传福音呢, 其实不对的, 他的态度不对, 心理不对, 有些时候我们侍奉, 也会有不同的态度的, 有些人侍奉呢, 也是出于极度纷争的, 也是出于, 好像说, 今天不是泡道, 今晚上, 没有关系,